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李兆華 好 今天台股有一點而算是開高走低 希望不要一早進去搶有被套牢的問題 那為什麼今天的盤如此的震盪呢 事實上我們現在離總統大選不到一周的時間 其實觀望的氣氛還是比較濃 而且也擔心這一個禮拜會不會有什麼變數影響到盤勢 先來歡迎今天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股市施工有年老師 好 今年對施工非常重要 因為今年我們等著迎接施工在古海浮沉50年 施工觀察一個節奏就是說 他還是很看好CES站裡面有關AIPC的題材 會一件一件的爆出來 那台灣相關的個股到底後續還有沒有續航力呢 說到續航力想到貨櫃喔 貨櫃今天是比較沒有表現的 因為呢有這個貨運承攬業者提到 就算紅海危機在持續 運價也會到一個頂比較上不去了唷 好比較上不去這個就很現實囉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就是靠運價推升股價 假設上不去手上有會過的人 是不是要轉到AIPC概念股去呢 好第二位是我們的題材獵人林漢偉分析師 漢偉今天來呢延續剛剛的話題 相信這個禮拜AIPC會是一個很夯很夯很熱門的題材喔 CES站也不可忽視 但是他提醒喔 如果相關的類股真的長很高了 不如想想後面還有什麼唷 還有遊戲展 還有什麼呢有關MR頭盔 像今天宏達電雖然掌題沒鎖住 但又給了您一個想像空間 難道元宇宙要捲土重來嗎 今天題材獵人幫您找題材喔 第三位是我們的選古教練維泰 好每一次教練來都有很多硬底子的功課要做唷 今天1月8號12月的營收是還沒有全部出爐 可是也出爐了蠻多的已經出現了族群性 好我們選古教練常常提醒他比較喜歡價值型的股票喔 從12月營收可以看得出來有很多位階並不高 可是營收解出來非常亮麗的股票 有消費型的IC啦有金融股喔 還有很多的車用 等一下一併給您做解說 首先有請施工 施工永遠精神抖擞 是這一定要看到正妹主持人的精神都好都不得了 我覺得大家都要學習你說話的藝術對不對 你就這樣說了50年都不膩耶 不會啊 因為我就是發自心底的很誠懇的話 今天有一個訊息就是有貨櫃的承攬業者對不對 他說其實這個航運的價格在拉有限了 因為再怎麼樣這個危機也要解除嗎 是 不然美國大哥哪受得了你好好的通膨打下來 又被你這樣搞上去對不對 就沒有錯 那現在我們的錢 我知道第一季可能會有比較多震盪詭訣的事情 要前進AI嗎 OK AI真的還有機會嗎 好 我們這個也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大盤的走勢 因為這個選前一周 其實今天早上開盤的時候我相信大家 一看哇開心了 是不是觀古又衝進來戶了對不對 因為最高是長了168點 對168 對 結果跟你的身高一樣 我挨兩公分 是是是 看起來有了 OK好 那結果呢 這個到了下半場就不對了 結果留下115點的上影線 這上影線實在是有一點長 那麼 所以呢我們就要看一下這個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對多頭稍微是比較不利的 為什麼 因為跌破月線之後呢 四天了 還是沒有辦法收復月線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對多頭是比較不利 不過呢 這個禮拜呢 它是有很多的機會 讓這個大盤呢 有機會呢 再往上走的 那第一個就是CES展 1月10號 禮拜三 就我們的凌晨1點 對1點鐘開始 那麼這個AIPC呢 這是最主要的主題了嘛 上個禮拜是走弱了 可是這個禮拜呢 它是有機會反彈的 那我們先講 它這個禮拜是有機會反彈的 那如果有例外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補充 那第二個呢 就是呢 同一天 在這個禮拜三的時候 台積電要營收 台積電營收呢 它12月份的營收 只要有1540億 對 它就達到高標了 是 它不是達標而已 它就達到高標 會 那看起來會超過高標了 那所以呢 第四季的營收呢 整體營收會優於預期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呢 它有沒有辦法呢 用這個利多 來帶動它的股價的走勢 那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 我覺得 18號的法說會 可能會更重要 是 而且在所謂選後了 對 選後大家就比較放心了嘛 那1月11號呢 這個禮拜四的時候 大力光法說 大力光法說呢 應該照它上一次的法說會來講的話 他們的未來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呢 在短線上面來講的話 它技術面有一點點做頭的味道 這一點投資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美國呢 他們要公佈CPI 就是4號 禮拜四的這個晚上9點半 那麼我們要注意什麼 第一個 要留意聯準會降息的態度 跟官員的談話 到底是怎麼說的 第二個呢 鴻海的問題呢 它會導致歐美的通膨在一起 因為是不管是運費或者是油價 它都會漲 那它漲了以後呢 都會對他們通膨造成影響 那剛才趙華有講到 美國好不容易把這通膨壓下來了 你現在跑來一個什麼 胡賽組織啊 那胡考組織 那把它這個 把這個鴻海的問題呢 又擴大了 那麻煩死了 氣死了對不對 它一定會想辦法呢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所以呢 這個我們可以 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所以我覺得啦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 這個這個 航運股呢 要怎麼去操作 好 在這種 詭譎多變的情況 要怎麼操作 然後禮拜五的時候 這個美國的財報機要開跑 超級財報周要開跑 那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從什麼這個 美國旅業啦 這一些的 還有這個銀行股 來做先鋒 那麼看起來呢 降息是對 有利於美國的金融股的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呢 台灣的金融股 要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 保險業為主的 這個金控股呢 要提防 12月的時候呢 它會有 有可能會提列 匯兌損失 對 有可能會提列 那它如果說提列的話 可是把這個股價打下來的話 我覺得反而有可能是個好的買點 是 這一點來講 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麼我們就看CES展了 CES展呢 有包括像是AIPC概念果 還有AI伺服器的概念果 是 那這個分成兩個部分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 CES展的 這個CES展的期間呢 我們可以來回操作 對 那麼我們現在要看的 就是這個禮拜 如果到禮拜三 這些的股票還是沒有漲的話 因為今天是走勢是平平的 那如果到禮拜三呢 還是沒有怎麼漲的話 那可能它這個禮拜繼續休息 讓大家市場上 因為市場上大家就說 CES展這些AIPC概念股 就是主流啊 它應該會有機會漲起來 它萬一沒有漲的話 那大家會不會很失望 會覺得一場空啊 對 怎麼可以這樣 會失望對不對 會失望你會不會賣股票 大部分人都會 就說啊 算了我停地停損 就出掉好了 我換個股票好了 那可是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反而認為下個禮拜 他們有機會起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其實不管是AIPC 或者是AI這個伺服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外資跟投信呢 他們在過去12月 跟上個禮拜的買賣超 那怎麼說12月跟 為什麼要看12月跟上個禮拜呢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股票 在12月的時候呢 買超都相當的多 那可是呢 到了上個禮拜就不一定了 所以如果說 他在12月份以來 一直在買超的 然後呢上個禮拜 還在繼續的加碼的話 那這支股票就可以值得注意了 像是宏基啊 華碩還有維新 都算是還不錯的 那另外呢 投信也是一樣 投信的情況也是一樣 好 施工這邊問一下 因為偽創雖然不在錶裡面 但他截出來12月營收還是不理想 這個年減兩位數喔 是 會不會利空出盡呢 要怎麼去觀察呢 那我們希望就是 因為他今天公佈出來了嘛 對不對 他12月份營收 他是月減的 那月減的話 也年減 所以呢 這個年月雙減就對了 那我們就要看 明天他怎麼走 如果他明天呢 兩種情況嘛 一個是開低走低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他開盤 連開低都不開低 他就直接開個平盤附近 然後呢 開始走高 那麼就有可能是利空出盡了 那反而呢 反過來講 他如果說明天就是收黑的話 他就是按照規矩在走的股票 那當然這個 12月份的營收還是沒起來的話 這個就有一點點的 傷腦筋 有一點傷腦筋 那我們看一下紅基啦 這個紅基是周線圖 為什麼看周線圖 其實大家注意看 因為他在上上個禮拜呢 他是帶量跳空上漲 帶空跳上漲 他帶量的這個量非常的大 那他上個禮拜呢 他收黑 可是呢 他成交量立刻縮掉 然後你可以注意看 外資持續的在買超 投信呢 其實呢 也連續四周翻空為多了 所以在籌碼面上來講 對多頭是有利的 那至於說 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大家要注意喔 他跌破了上上個禮拜盤中的低點 或是來把這個跳空缺口完全填補的話 那就對多頭就比較不利的 因為就有可能會做出一個頭部的形態了 否則的話 他如果能夠一直守住這個跳空缺口 這個禮拜就算不漲 他只要能夠守住這個跳空缺口 那下個禮拜上漲的機會也非常的大 所以投資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好再過來呢 我們看一下廣達 我們為什麼還要一直聊廣達 他都沒起色 對他真的就是沒有起色 對不對 你看這個線 你看糾結在一起 哇真的是 這個盤到一個這個 可是投資人還 又還蠻喜歡他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手上 有套到廣達這支股票 有套到這支股票 所以呢 這個我們要講給投資朋友聽 這支股票 那大家可以看 他在當初呢 這個ETV把它踢出的時候呢 這個投信是在賣方 可是呢當時呢 這個外資是站在買方的 然後你可以發現 因為我們這個是日線圖 你可以發現呢 慢慢的呢 外資呢 他也買超減少了 他開始呢 有做多有做空 好慢 對 可是呢 投信 又回來了 也慢慢買 又開始呢 慢慢的回來了 那所以 這一檔股票呢 我覺得他的籌碼 慢慢開始變得穩定了 均線也糾結到 不能再糾結了 所以現在唯一欠缺是什麼 一根帶量長紅 把它拱上去 對一根帶量長紅 它的所有的短中期的移動均線 就全部形成一個多頭排列了 那他就有機會衝上去了 所以現在唯一欠缺的是這個 可是呢 投資朋友你手上如果有這支股票 你也一定要記住 萬一他來一個帶量長黑的話 那就要小心了 對啦 因為均線糾結 對 不是往上就往下 對 所以當然我們不希望是這個樣子 廣達加油 廣達加油 OK 好 再過來 這個航運股呢 這個風浪大 這個上下船要注意 就是我剛剛講的 鴻海的問題呢 可能會刺激通膨 所以美國一定不想要這個事情發生 他一定希望趕快解決 所以美國這些國家會全力解決 鴻海的危機 那最後就會出現兩個結果 一個呢 就是鴻海的危機解除了 那運費呢 就回復到正常的水準 然後大家不要忘 因為第一季呢 是這個航運股的淡季 對 對不對 航運股淡季 所以它的運價 不但會回復到原來的起漲點 甚至於會跌破 那這一點來講的話 對於航運股 所以他們的股價 如果到時候回檔的話 可能會跌破他們的起漲點 這一點投資朋友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當然中飛航 他已經看這個運價 他要再漲的話 恐怕不太容易再漲多少 那另外一個結果呢 就是鴻海的危機 沒有辦法解決掉 反而變得更嚴重 對 就是因為他把這個胡塞 他如果說美國 歐美的艦隊 他去攻擊了這個胡塞組織的話 結果呢 讓中東地區的戰火呢 更加的這個龐大起來的話 那麼對於整個中東局勢 會更嚴峻 那會怎麼樣 運費會更高 油價又會再繼續的漲 所以呢 這一點來講的話 是我們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航運股還是有機會繼續漲 可是其他的事情 可能就變得嚴重了 就變得很糟糕了 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可以看呢 其實呢 在過去這段時間 哇 你看長榮 大家都是一直在買超 一直買 陽明呢 這個投信本來是站在賣方的 上個禮拜呢 開始翻空為多 對 那萬海就是不太需要講 因為不太關他的事 對 跟他沒什麼關係 那航空股呢 你就可以看長榮的表現 是非常的精彩 長榮航的 表現非常精彩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長榮航的會表現精彩 我們先看一下長榮 這個是周K線圖 其實你可以看喔 他的走勢 其實是非常有利於多頭的 是 為什麼說 因為你可以看 他在一路上來的時候 他的量能是一路增加 然後呢 上上個禮拜是個小黑十字線 他的量能立刻縮掉 上個禮拜又收紅 上個禮拜說他只有四個交易日 對 可是呢 他的成功量就增加 量價一直在配合 所以他一直在一個多頭格局裡面 可是然後呢 那我們再看 投信跟外資 連買五週 對 同步連買五週 所以呢 我常講 法人被套在上面 你就不要怕 是 他一定會想辦法幫自己 這個 這個 脫離的 不過呢 他現在上檔這裡 就是當初除息前的這個 壓力區 壓力區 他已經進入這個壓力區了 160 170 對 所以在短線上 可能要震盪一下 所以呢 我會比較建議投資朋友 大概就是短線的少量 然後呢 高出低進 這樣來回操作 好 然後我們再看長榮航 長榮航呢 你可以注意到 這周線來看的話 其實在上個禮拜呢 投信跟外資 它是同步的大局買超 是 大幅度買超 可是呢 他有個問題 就是上禮拜呢 還是留了相當長的上影線 周線 留長的上影線 可是呢 我們如果從移動均線來看的話 他上禮拜是好不容易 終於突破了所有的中長期的 移動均線的壓力 那他所以 流上影線 其實也是合理的 這叫過關之後 拉回整理 這個禮拜呢 如果說他能夠量縮 再繼續盤整一個禮拜的話 我覺得下個禮拜 他繼續往上走的機會 會非常大 重點原因在哪裡 在於說這些海運股呢 他會隨著這個 紅海危機的解除 對 那他們的股價會回來 他們運費會回來 可是呢 長榮航啊 這種航空公司 就不一定了 為什麼 因為還有選舉行情 還有呢 這個農曆年的 這個返鄉潮的 可能大家也還期待 這個 對不對 陸客團啊 之類後續的觀光效應 之類的 三月之後有可能會開放 對不對 所以呢 有這些的利多期待在後面 所以我覺得 航空股看起來 是比這個航運股 要來的安全一點 好 非常謝謝股市師公 又年老師 其實節目 有很多次提到 選舉行情不容易做到 選前的最後一天喔 所以這禮拜 雖然有CS電腦展 是我們很重視的展覽 但是相關的AIPC 也不一定會在這個禮拜 大幅的表現 但是切記 切記 歷年的總統大選 他都有選後慶祝行情 總是要讓大家覺得選對了 所以如果AIPC概念股 這禮拜沒反應 下禮拜反而機會多 那貨櫃航運的部分 就要特別留意囉 風浪越來越大 適時的獲利了結 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喔 好廣告回來喔 我們題材獵人 要幫大家抓題材了 我知道大家現在眼光 都在等AIPC相關 但題材獵人提醒大家 有時候股價的位階跟題材 要來做一個呼應喔 現在接下來還有電玩展喔 有關電玩或VR遊戲相關的股票 位階還是比較低的喔 好每一年的年初喔 我們都會來猜一猜 今年會夯什麼樣的題材或產品喔 我想AIPC從去年第四季 就一直講講到現在 我們每個人都略知一二 但是不要忽略喔 科技日新月異還有很多的題材 有可能接棒演出 例如電玩展其實遊戲股前一陣子很強 不見得是只因為長假效應 也可能是應用上面的新突破喔 好漢偉又見到你啦 剛剛有人說不是題材獵人 是題材戀人 我覺得也不錯耶 跟你的題材談戀愛很好啊 但很容易暈船 暈船之後變成船啦 所以我們要看到就是說 其實題材這種東西 還是要去關注到 接下來有沒有一些新的題材 那題材的熱度能夠延續多久 如果是一個短線題材 那可能像新的大展 AIPC等等 也許題材完之後 股價會進行秀儀整理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接下來有哪些題材 第一個 電玩展 因為是一月底 在元宇宙我們講 Vision Pro的發表 也是在一月底 所以看起來是有一些 所謂題材的延續性 所以你要換女朋友的意思啦 我們當然這個題材 會不斷幫大家尋找 市場上最熱的一個新的題材 所以這一次 到底有哪一些看點 我覺得就是AI 不管什麼商品都是AI 還是在C位 對 AI是在C位 那宏基因為在 今天推出了一個電競的新品 發表新螢幕跟路由器 另外就可以看到AI的部分 整個一個軟體 我覺得有大幅度成長的空間 你看到去年的所謂的微軟啊 Google啊 一些所謂應用軟體 都出現推出比較新的商品 比方說像這個所謂的 這個 像最近的這個 主要的AI的一個產品 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新品 不斷在發表當中 那我覺得這一次可以留意到 就是相關的遊戲 醫療跟媒體產業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 推升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提到就是說 接下來的一個 系列大廠之後的看點 Vision Pro 最近傳出來說 他已經開始把貨 送到美國去了 所以門市的一些 銷售人員 開始參加一些教育的訓練 預計 聽說是在1月27號 對 會正式去發表他的新品 所以代表這個題材 有可能在系列大廠之後 變成市場的C位 就是市場媒體目光 關注的一個焦點 那另外可以看到 高通在上個禮拜 有推出他新的MR晶片 也代表整個 這一次的一個系列大廠上面 我覺得這個MR相關的一個題材 應該是有機會成為市場 關注AIP系以外 另外一個關注的一個重心 那我們提到就是說 原宇宙在過去這兩年 我覺得成績滿久了 但是我覺得AI成熟 會讓他有些加速發展的機會 那題材部分 今天在宏達店的轉向之後 我覺得好像大家對原宇宙 又有一些新的一個想像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AI族群當中 剛剛其實永玲老師 提到一些人寶等等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藍天 反而長比較多 對 大家沒有參展 所以我覺得就有點類似就是說 展覽題材這種正規群 也許不太會長 但我覺得這種次題材次族群的部分 反而比較容易發動 有人照顧他嗎 對 當然有人照顧他 那今天的原宇宙當中 但宏達店當中的指標 我們待會跟大家提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現在到底在今年科技新品 大家除了看AIP系以外 可以留意到哪些相關的重點 其實我覺得在META部分 當然是現在全球的MR頭盔 VR頭盔的霸主 那當中我大概有這個Quest3 那BG Pro因為我還沒買 所以我還不知道他未來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有用過 你都會買嗎 我都會買 我去HTC 跟所謂的抖音的我也有買 那這個Quest我也有買 所以我現在等這個BG Pro上市之後 應該會去買他 買了通知我們一下 馬上發你來 有機會來開箱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我們講重點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他是最貴的 目前的售價大概說 我們換算台幣算11萬好了 對啊好貴耶 所以他的Pancake 人家這種是兩片貼合 他就是三片貼合 那所謂的OLED部分 人家是LCD 它是MicroOLED 然後重量等等我們可以看到 感測器12顆攝影機 跟5顆感測的一個相關的元件 都比其他東西規格來的更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當它的零組件越多 代表商機就越大 所以我覺得Vision Pro的一個上市之後 對相關工業來講 我覺得會有一些 比較明顯的拉貨動 你看這個MicroOLED 攝影機感測器 都帶來很多所謂的成本上的一個提升 跟供應鏈它的一個訂單的成長 那我們看到下一頁的部分 這個是上個禮拜 高通它推出一個全新的MR晶片 對 厲害在哪裡 第一個 它的晶片 讓整個所謂的戴上這個頭盔 可以達到4.3K 有點像那種高 高清電視的解析度 因為一般電視大概是1K左右 或2K 它已經到4K左右了 那再可以看到它當中的重點在哪 第一個 效能當然是提升了 延遲的一個速度變少了 而且它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們今年除了看到所謂的 蘋果的Vision Pro以外 它跟大家點名了 2024年會有兩個供應商 是 Google跟Samsung 都會採用它的晶片 推出全新的MR頭盔 所以代表今年 除了蘋果在年初發表它新的產品以外 可能到了今年的所謂年中到下半年 三星啊 Google也推出新的產品 所以對整個相關的元宇宙工業來講的話 反正就有新品不斷發表的一個題材 那我們再看到 以現在的MR頭盔相關的供應鏈來看的話 當然當中這個宏達電 我覺得今天尾盤會殺是因為 原本我們大家預期說 系列大展上面會推新一代的MR頭盔 但我今天去查一下消息 好像我們的王雪紅阿姨 這次沒有去系列大展上面參展 因為去年它有參展 所以我覺得它去年發表了一個新的產品 同意要出現才有用啊 對 因為它去年是被邀請去演講 那今年好像沒有它的相關的演講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好像在這個新品部分 也許要等到系列大展之後才會推出來 但我覺得整體上 它還是受到所謂蘋果新品發表 或一些帶動熱度的狀況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剛剛提到的 Pancake的鏡頭裡面 是以淤金光跟陽明光圍當中的代表 它是第一供應商 它是第二供應商 所以我覺得今年如果說 相關的Pancake出貨能夠拉升上來的話 它們業績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 是 那剛剛提到了 Micro OLED 那如果以現階段所謂的相關的頭盔 穿山裝置我覺得 Micro OLED應該是最後的一個解決方案 因為Micro OLED的問題 在於它亮度不夠 對 所以Micro OLED亮度很高 也代表你在所謂的 看這種所謂的 穿山裝置的時候 如果亮度很高 就不會受到大太陽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未來 相關穿山裝置 就是以這個負財法所會提到 2026年也幾乎有一個爆發的需求 2026 因為這些有利品行商 每一年的年初都會有一個夢 但年底就 但還好我們現在還在中中行情的期間 所以我覺得還有機會 好 再給它一次機會 對 那再來裕太 我覺得裕太就是跟AIPC AIP相關的上中置都有關 我覺得當然大家可以 稍微去看一下 另外裁育可能大家就可以留意到 它是全球綠光片的大廠 所以相關的視覺感測 上中下游我覺得它有機會說一下 消費電子的復甦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相關個股 但是現在來看 阿姨今天的股票的表現 沒有所掌庭會不會怪怪的 我覺得就像剛剛提到的 因為原本大家都預期說 它應該在明天會看到它的新品亮相 但因為這一次畢竟老闆沒有去 所以發表新品好像也是蠻怪的 但是如果說就營收表現來看的話 12份營收其實表現還不錯 月增年增創下2021年7月新高 但問題是如果你是看營收去買它的話 我覺得可能不是那麼好 因為它營收過去的關係 就是3月6月9月12月份 有些新品阿 有一些企業專案 會灌在所謂季月的營收上面 所以通常12份營收好 一二月就相對比較不好 哇你觀察的很仔細耶 是一個季配型的公司就對了 對所以營收我覺得 不是它能夠買進的理由 但如果從技術現行來看的話 我覺得反而可以留意到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邊一個底型 其實打的還蠻漂亮的 然後底型就發現到 這邊的所謂的左肩開始出量 所以量價配合 而且現行成間勾角往上的一個形態 所以基礎現行看起來是轉強的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你要看宏達店接下來可以買 你要看外資的態度 因為今天外資又出一個報告說 明年轉虧為贏 但去年高森也出了一個報告 今年轉虧為贏 好2023說2024 2024說2025 對所以我們要看到就是說 外資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它有沒有轉為買超 如果是有的話 也許宏達店這地方 突破這個大量高點 也許就有這種底部轉強的一個態勢 所以宏達店領軍之後 我覺得對相關的元宇宙股票 我覺得都可以一併來看待 比方說這樣的股票 我覺得就是位階比較低 是啊 但對它的問題也是一樣 對因為我們講說 其實台股現在畢竟位置高了 你要找到這種低檔低位階的股票 而且有一點成長性股票 我覺得真的是相當比較稀少 那我們看到負財的部分 它是microLED的穿戴裝飾的解決方案 那公司也提到說 它把所有的miniLED轉為microLED 所以整個基本面看起來有一定的轉機 那可以看到 它LED產業本身來看的話 到第二季之後 我覺得拉貨動人有機會出現成長 而且我們看到這是月KD指標 目前出現月KD指標的黃金交叉 所以最差最差 之前的黃金交叉 也長了三四個月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未接你去買它 也許你花一點時間去等待它 接下來有一些新品題材 搭配我們講說 可能在今年相關的 元宇宙的商品 都採用可能microLED 或microLED的方案 我覺得它應該是有機會的 那另外一張股票 就是舊的廠商 所以你觀察 郭秘琦分析師 每一次看好它 它可能就會有賣壓嗎 對 因為我覺得2022年之前 其實郁欣光跟郭秘琦 還吵得蠻兇的 就是說 每次你都出報告來唱衰我 但是你沒有在天風證券任職 那時候其實郁欣光每次只要 郭秘琦唱衰完它 後面股價會往上拉高 是 我們有發現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對不對 對 所以這邊看好它 我覺得可能大家就會有點怕怕的 但有沒有一些後面的原因存在 那我覺得最差最差運光你可以看到 回到季限關卡了嗎 是 那如果說正如郭秘琦所說的 iPhone它也有份 這個Vision Pro它也有份 未來整個VR推特它都有份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去DK它 應該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下面看到投信 投信這段時間其實是有沾在買方的 而且它是有EPS的公司啊 對 獲利去年贏出來創集的新高 那今天毛利我覺得維持出來不錯 所以也可以特別留意到 可能在元宇宙當中 這幾兩公司低位接也好 或說像阿姨的公司 其實是未來可能有想像題材的 好那我們看到另外的題材就是遊戲展了 因為到1月25號到28號 所以CS大展之後可能遊戲展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能接下來關注到 題材的熱點 但當中遊戲展為什麼要特別看 因為AI可以生成什麼 可以程式啊 所以遊戲業很多程式設計師 他也許不要寫的那麼累 可以生成圖像音樂跟視頻 剛剛好都是遊戲業裡面 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對於整個遊戲業來講 今年在整個AI應用慢慢成熟之後 它的一個成本能夠有效降低 效率可以有效的提升 我覺得毛利率都有一些提升的空間 目前為什麼要講 特別要去看遊戲的產業 這樣投票可能大家比較少看到 有點像是美齡的投資時鐘 對 這叫遊戲業的投資時鐘 哇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我們是看相關的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有人做了遊戲股的美齡時鐘 對它分成幾個項限 第一個就是說你玩的時間能不能增加 你的工作 你的收入會不會出現下降 以這兩個項限來做一個看到 所以一般來講誰會玩遊戲 就是時間比較多人會玩遊戲 打發時間 打發時間 就是你可能工作也許這個加班的時數變少了 又或者說你可能失戀不用跟男女朋友出去了 可能玩遊戲就可以消磨你一點時間 那再來就是說收入會不會出現下滑 因為如果說你的時間變多了 然後但是你的收入增加 你可能就不會去玩遊戲 我可能說出國去玩了 我跟朋友去聚餐了 所以這代表說 當你發現到整個經濟的循環裡面 你的加班時數變少了 你的收入也下滑的時候 就會造成遊戲的消費時間增加 當中的收入也同步往上成長 對遊戲來講是一個高熱時期 等一下我覺得有點悲傷 就是你有空時間變多你的收入又下滑 反而是造就遊戲的熱潮 對啊 因為我們講說現在出去吃很貴 出去租飯店也很貴 然後你出國去玩更貴 所以你不如去玩遊戲 所以以這樣的狀況來看的話 目前我覺得 大家可能擔心說 今年也許這個美國 歐洲會有經濟衰退的問題 台灣的部分 你可能覺得台灣好像經濟還不錯 但你要知道說 去年台灣的經濟是內需帶動的 今年應該是外銷帶動 但服務業應該慢慢放緩 那服務業佔台灣的這個 就業的比重非常高 所以可能就是台灣也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閒暇時間會增加 但收入可能會下滑 所以遊戲也我覺得 是在這邊可以特別留意的 怎麼聽起來要買國難股的感覺 它有點避險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相關的遊戲股當中 當然幫大家整理出來 今天遊戲股只有心象表現比較好一點 好 實在願意說太棒了 對 那當然我當中各種題材 像智慣我們上有跟大家講 網銀國際的部分 那華裔部分是它的這個 網銀國際的維架公司 今天當然是跌停版 但我覺得它是漲多的拉回 不要忘記漢偉上次來有講 網銀國際有可能會去炒華裔 對 真的也炒了 真的是漲了好大一波才回盪 對 真的也炒 因為它現在也打入到印度遊戲市場 完完全全證實 對 那再來可以看到像大宇茲 跟OMG等等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到 那我們看一下線圖是比較直接的 當然先看到形象 因為它是這個遊戲當中的股王 對 營收好不好 非常好 13.24億也從原本過去每個月 10億升上到13億 而且還會持續成長 月增年增雙成長 去年營收141.75億元 年增18.6億 它是在每年創高的基礎上面 維持這樣的年增 真的比台肌我覺得還要更強 而且它全球博弈布局 從歐洲 東南亞 美國 都進入到收割期 所以法人預估說 今年的獲利會比去年更好 所以你看到股價的現行 目前它之前但漲過一段 拉回回到月線附近 重點是 投信一路站在買方 因為它的獲利很好 配息也不錯 所以很多高股席都鎖定它 所以我覺得它是當中指標股 如果它能夠突破這個高點的話 那也許在遊戲展之前 遊戲股都有比價的效應 好 再往下看另外兩檔 比較沒有漲到的公司 至乖我們上次跟大家講說 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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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停打開之後 大股東網銀國際 在這邊買了兩億多 所以看到當中 我們原本擔心說 網銀國際會賣它 更小的重點就是把它賣掉 現在可以看到並沒有賣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說它如果能夠 靠近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因為之前是碰到月線拉回來 所以這個區間裡面到下圓 我覺得是可以再買方 因為你跟成本 跟網銀國際是差不多的 對 那到三四月才股權之爭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在這個低檔去低階 它也許做得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大宇智的部分 我覺得當然就可以留意到 因為它2023年整個集團 非常強勁 它集團底下有像核振啊 像一些全達 去年又漲了一倍以上 所以這家公司 我覺得去年整個集團 是有企圖心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月K 之前它有漲過 它在這個去年五月份 進軍印度的時候漲了一倍 那現在又拉回到相對低檔區 月K指標再度黃金交叉往上 所以我覺得 目前遊戲旺季 這邊我覺得是有機會 呈現所謂的反彈的格局 所以對遊戲股來講 農曆年前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應該有一些拉回股票 你可以站在買方 那有一些漲多的股票 就看它後續的一個追加的力道了 好 等於華益這個跌停板 是不是就先不要碰它 或是之前真的有搭上車的人 先獲利了解 反而可以回來看一下置觀 對 我覺得如果說 以華益你真的是賺了比較多的話 這邊如果破路線 可以先走一趟 那置觀我覺得 回到這相對低檔位階 反而是可以做一個低階的進場 因為我們提到就是說 其實接下來第三方支付 藍芯科技也要掛牌 而且LinePay也要掛牌 所以相關有第三方支付 相關題材股票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到 也許這種掛牌的命運行情 對岸股價應該會有一定的幫助 好 我有發現漢偉是電競達人 好像都在玩這些有了沒的東西 非常謝謝漢偉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如果有夢的話 他就有機會往上衝 有時候提彩股 無稽之談 反而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好 廣告回來的話 我們還是看一下基本面好了 因為12月的營收陸續出爐中 其實是有族群性的 而且12月營收出來 也代表去年全年的營收都出來了 到底誰在2023年表現好 現在位階卻不是很高 是一個最安全的牌呢 我們的選果教練 等一下來幫大家選一選 12月營收其實有很多好玩的事 除了2023年的營收全出爐 也可以看到有人年月雙增 好 玄谷教練 其實乾脆就找好的 就找年月雙增的 位階就比較低的 加在一起不用一直猜 一直猜對不對 我覺得投資最好就是越簡單越好 如果說想太多 反而其實不好下手 所以今天雖然說是1月8號 距離12月份的營收 完全公告還有兩天的時間 但是通常好的成績 不會等到1月10號才公告 通常都是在前面的5天6天 就已經差不多公告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這個時間點 剛好跟大家來做一個匯報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到1月8號中午的一個時間 來看一下就是12月份營收 到底哪一些是表現得比較好 那這張表格是12月份營收 年月雙增的一個個股 好 那這表格怎麼看呢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通常12月份營收有出現好消息 但是股價有漲的 就代表說現在這個市場上面 對於月營收的一個反應 還是屬於一個正向看待 他並沒有說出去 月營收很好 結果股價開高走低 這個沒有發現 那今天比較強的 剛剛漢文有提到的 星象今天漲了4.27% 那月營收創下的新高 雖然說有點震盪 但基本上還是收在盤上 那還有包括像是星通 包括像劍機 今天都是大漲 漲停板的一個表現 甚至呢 甚至宏達電啊 這個川湖 這都是漲了半根停板以上 那IC設計有在這邊 看好多IC設計 是 什麼雅信啊 九旗 印廣安格 立望 對 那生技股也有一些表現非常不錯的 包括強家智能 波神生衣 那還有一些傳產 包括像紡織 剛剛所提到一些車用相關的一個個股 其實在12月份營收 都表現相對不錯 所以呢 對於生技股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說 第一個 從今年年初開始 我就發現到 每個月份的營收創新高的加速裡面 都有很多是生技股 是 所以其實生技股呢 它比較不受到季節性的影響 OK 尤其是製藥相關類股 我個人是常見看好 尤其是原物料相關的一個個股 最近流行病很多 那這些原物料的一個需求 也就會持續往上做增加 再來IC設計 很多人都說 這個半導體 步入到傳統的淡季 可是我跟各位講 通常在年初的時候 剛剛漢文有提到 是一個做夢的一個第一劑 對 所以通常呢 IC設計它有所謂的一個輕薄短小的一個特色 是 再加上市上 從2023年的10月份開始 我們就知道 下游的一個客戶 開始去回補這個庫存的需求 所以這幾個生技 IC設計 跟零組件的部分 是我認為說 在12月份 甚至延續到1月份 是 的營收表現 都會不錯的一個原因 好 不過剛才也有提到 有的人是營收好 可是股價漲了 就搭配不上 是 有的是營收差 可能會利空出境 是 所以我們要怎麼來篩呢 好 我們還是要幫大家做一下功課 就像剛剛趙華所提到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找好公司 然後這個業績好的 然後股價比較沒有漲到的 那所以我特別幫大家挑選 就是12月份營收年月雙征的 對 年月雙征的個股 甚至呢 它累計營收是年成長的更好 對 2023年累計營收年成長 對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這些的一個 基本面的一個利多 法人最好要認同 是 那生技股裡面 藥華藥 哇 這個12月份營收 YY168.8 它還不是168 是168 加加一個8 可是它有新藥的成分 我覺得有時候好難抓那個 營收韌劣的時間點 對 沒錯 那但至少2024年對它來講 算是一個轉機年 OK 然後呢 包括像懷特 是 然後台藥 大疆等等 這還算是有蠻穩定的 營收的一個表現的公司 那外資持股比例的部分 其實可以觀察到 這個外交藥也有16.3% 然後呢 大疆23.7 然後台藥是8.7% 都也不算是很低的 是 對 OK 那投信持股比例比較高的 現在就是7.4%的台藥 OK 那麼IC設計呢 這邊其實比較 跟大家熟悉的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比較大家熟悉的 就是像什麼這個 聯發科 聯發科 瑞育等等 那他們這個還是跟著 大多數的IC設計一樣 他們有點就是 杜曉悅的感覺 是 但是呢 這些個股我覺得 有一些還是可以值得去 去做觀察跟期待 像是這個什麼印廣 艾埔 9.7 迅捷 這些其實比較偏向是說是 消費性電子的IC 它並不是 就是一些所謂的手機的相關IC的部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 就是回補庫存 因為你看到他累計 你說年成長有些是 都還是負的 是 但是他12月份好 代表說他2023年可能在上半年不怎麼樣 對 一直到第四季才好起來 好起來 對 就是比較屬於回補庫存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各挑一檔 這檔是九旗 九旗 MCU的一個廠商 那他的一個營收佔比裡面 他的MCU的比重佔75% 然後影音IC佔25% 那整個IC設計 基本上他現在的狀況就是大概是這樣 下游的客戶是回補庫存 那麼上游的晶圓代工 因為他降價了 對 所以呢他們的晶圓代工的成本是下降 所以他的毛利率開始往上做提升 那我也觀察到九旗 他在第三季的毛利率 是從原本的29%不到30% 拉高到35% 這非常符合就是他的基本面的一個變化 OK 那除了基本面的變化之外 發現到很難得就是 這公司基本面變化大股東也站在買方 一開始漲還一直賣 對 但是 一邊漲一邊賣現在把它補回來 對 現在開始把它補回來 那現在這一波的一個股價走勢 比較像是做ABC拉回 然後回測到季線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我覺得他接下來 要反映他的一個第四季的財報 有可能股價往上做走高 這個大戶持股真有意思 是啊 再來這個台藥 是 那台藥它是屬於原料藥相關的一個廠商 那同樣的道理可以觀察到 大股東也在這個地方 往上去做一個買超動作 而且持續在做加碼 OK 那投信之前買了一批 目前來講也還沒有去做一個 所謂的一個賣出或咬結動作 所以我認為說他應該就是在等 等什麼 等他接下來第一季的財報 或者是等這一些 預期的一個利多開始實現的時候 那他的股價有可能會再往上再走一波 好 因為他也是有基本面的公司 是 OK好 那剛剛看的是 就是已經公告營收 沒想到還有這張 沒公布的也要先猜就對了 還剩兩天而已 為什麼不等一下就好了 開獎 我們也開獎 你個性怎麼那麼急啊 對對對 好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從產業面來講 應該說12月份或者是到1月份 是 這個幾個族群我覺得他的月營收表現都不錯 第一個就是金融 金融啊 甚至我們上禮拜有提到證券業 我們認為說在12月份應該都有機會交出量列成機單 是 那麼再來 汽車 這個也是產業的特性 去年下半年一些業績也都不算差 對 那為什麼會看到汽車 原因就是因為通常那個 汽車的銷售員 希望能夠在年底啊 衝下業績 是 畢竟自己的年終獎金啊 績效獎金啊 馬上就要結算了 對不對 所以他希望在12月份呢 會衝下這些所謂的掛牌數 新車掛牌數 那大家在零組件 基本上有這個東西的需求 我們從新聞當中看到很多歐洲跟美國 像瑞典 聽說傳出的就是歷年來最低溫 零下43度吧 對大風雪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對於這個所謂汽車零組件 應該都有蠻大的一個需求 是 那在這些族群裡面 特別幫大家大概篩選一下 就是累計營收呢 二零二三年能夠前十一個月 是累計成長百分之二十的 而且預估呢 元月份營收是續開紅盤的 是 還有這個很重要 最近六十天的股價的漲幅要小於二十 每漲 對就是比較委屈的 是 這種把它挑出來 好我們看一下 的確像金融裡面看到 很多證券 那像福邦鎮 上次我們提到 像宏远康河群 這就都是 都是一些 在二零二三年 引出表現不錯的 小型證券股 OK 那還有像金城銀 這邊其實也是銀行一個 蠻不錯的極優生 是 那他在前十一個月裡 記錄的時候 都有相當好的一個表現 那重點是他的股價 還沒有什麼漲到 而且呢 他的股價淨值比還小於一 像這些個股 我覺得都是可以特別去做一個留意跟關注 那麼汽車相關的呢 有四檔 鵬城 百達KY 中華跟山陽工業 那他們其實 在去年的業績表現都成長相當相當的一個不錯 那在這麼兩檔 在這四檔個股裡面 我特別去挑的兩檔 就是跟整車比較相關的 好 因為證券股上次你有稍微聊過了 今天講整車概念 對 我就不用再去贅述 那中華車我相信 現在路上大家很多都看到MG的車子 賣得很好 連我的這個小兒子看到MG都會講MG 對 OK 好 不然他以前都會講Toyota的 或者是特斯拉吧 特斯拉也滿街跑的 對 好 那中華車呢 他的MG品牌 真的喔 他在2023年第四季的同期掛牌成長超過三倍 喔 OK 好厲害 然後2023年呢 他的熱銷啊 將近有1.38萬台 所以看他的一個月營收表現 每個月都往上跑 每個月都往上跑 而且月營收的歪歪歪 也是往上增加的 所以呢 我們合理的懷疑 他12月份應該會交出蠻不錯的成績單 是 從銷售就可以知道了嗎 對 沒錯 那這個是他目前的股價表現 有點往下做拉回ABC 這個架構 所以這個個股也可以特別做留意 好 那下一檔 我們也蠻熟悉他的 對 山羊工業 聽說阿格力 阿格力 講了很久很久 這檔個股 那當然他 大家看到山羊 應該會直接想到他的摩托車 是 機車 的確他的這個山羊 摩托車 全台市占率第一名 超過百分之三十八點四 但是從今年來看 最讓人家感到就是 驚豔的就是他代理這個現代的一個汽車 全年成長達到百分之四十四 比剛剛的MG還要更多 對 甚至他二零二三年銷售創新高達到二點二億萬台 剛剛那是1.38萬台 是 2.21萬 所以他的成長幅度也是更高 那重點是他的股價就沒有漲了 而且其實有ETF把它納入 也只有漲一下下而已 是 像上次我們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的00918 就在這一次的換股當中把它換進去 所以有一些投信也注意到他的這些 所謂基本面的一個好消息 股價低位皆 預期他在2024年有機會有一個高配息的表現 所以可以特別看到這個山羊工業的部分 他也是均線糾結的狀態 是 沒錯 那剛剛施工有提到糾結這件事情 糾結 對 要嘛就大漲 要嘛就大跌 以他目前的這種基本面的表現來看 要大跌的機會 我個人覺得比較小 是 好好 這邊非常謝謝選股教練維泰 謝謝大家 好 所以選股教練安全為優先 要去找什麼呢 找不但十二月營收成長 最好2023年的累計營收也都是成長的 再加上如果法人大貨有持續的進駐 股價位階又不高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覺得物超所值呢 另外還幫我們提前搶先爆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練習一下 雖然只剩兩天 也等於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有些東西呢 他明明就已經賣得很好 銷售數字先出來了 就可以預期嘛 營收不可能不好 這個練習 也許我們也可以在家自己做做看喔 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賓來到現場 今天一月八號再兩天全部的營收就會出來了 當然總統大選也在眼前 也許這個禮拜大家的心情會比較觀望 但是施工提醒喔 通常選後會有慶祝行情 所以今天題材基本都有告訴大家 也希望今天理財答案秀 對你投資有幫助喔 明天再會了 掰掰